讓靠靠的身體不確信 直到我們感見不信 弟兄姊妹平安 早晨讓我們再來定睛這位十架恩典的神 祈求祂的生命來遮蓋我們 我們也更多來到祂的十恩座前 我們相扶於祂 讓祂帶領我們的生命 我們一起來敬拜 我能去哪 除了祢是很錯欠 我相扶於祢是家的恩典 和等的愛 祢大能收服 使我太容美 和等容美 我願相扶 靠去祢 耶穌 祢的榮耀 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屬祢 永遠屬祢 榮耀 榮耀君王 你的邊上能依止 神的兒子 彰面寡 替你 掌握 和等的愛 祢的荣耀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属祢 永远属祢 此时此地 愿祢升起 祢的荣耀就在这里 从天堂到地底 向祢赎回我生命 我属祢 永远属祢 此时此地 愿祢升起 祢的荣耀就在这里 从天堂到地底 神祢赎回我生命 我属祢 永远属祢 我愿相复 祢的荣耀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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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生命 我属祢 祢的荣耀我所有 祢的荣耀我所有 神明 我属祢 永远属 十字架上的神 我们仰望祢 主要祢翻转 这个咒诅成为祝福 进入到每个儿女的中间 主要我们要说 祢是真美好的神 祢胜过死亡的全世 祢为着祢的百姓复活 主我们要降服在祢的带领当中 主要今天我们要来到 祢的宝座前说 主我属乎祢 我们的生命属乎祢 我是属基督的 让这个祷告成为 每日坚定的信仰的根基 主我们属于祢 不属别的 单单属祢 将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宝贵得圣的名 Amen 各位祷告大军的伙伴 带到我的勇士们早安 今天我们要一起从 哥林多前书 我们继续从第三章的 第四节第五节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 叫做成为属基督的仆人 由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四节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亚波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 无非是直视 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 引导你们相信 所以无论谁 都不可拿人夸口 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 或保罗或亚波罗 或基法或世界 或生或死 或现今的事 或将来的事 全是你们的 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 基督又是属神的 经文我们读到这里 早晨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来思想 如何成为一个属基督的仆人 哥林多前书 其实都是一直在 保罗用着一些的方式比喻 想要让哥林多教会的人 更明白 自己其实现在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在哥林多前书 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 保罗用一个婴孩的 这样一个比喻 来告诉这些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所以其实 当我传福音给你们 过了一段时间 当我在收到你们的消息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你们应当是要可以 长大成人的 就是可以成为成人的 可是你们如今却还是属婴孩的 保罗当然指的不是食物的本身 保罗想要表达的是 基督徒的生命 应当要可以有所成长 其实这个疫情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挑战了我们内心当中的安全感 可能你所谓的工作的那种模式 可能已经不再是你想象的 孩子学习的模式 也不再是你原来所计划的 甚至你为你自己所定定的一些 人生的目标跟成就 其实都要重新的去思考 其实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基督徒也是一样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 所有的这一切 其实都应当 重新的 再回到上帝的面前 重新的定义 甚至由上帝 由基督来定义 我们生命当中的 所有这一些价值的优先顺序 可是基督徒常常不是这样 基督徒的有些时候的现况 却是 对 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 可是我生命当中 所有一切的安全感 我的价值 我所有一切的满足感 却跟你身旁的那些 还没有信耶稣的非基督徒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这也正是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想要来跟弟兄姐妹对话 在第四节 保罗一开始就直接 对他们说 你们有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他说这岂不是 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对嘛 这就是保罗在讲的 你们信了耶稣之后 你们非但好像 成为一个婴孩 你们甚至所思所想所做 都跟别人一样 你说怎么会 我们已经在学习保罗了 我们已经在学习亚波罗 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基督徒的前辈 我们不是在学习他吗 可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 要谈这件事 他说是 你是在学习他们 可是你的内里没有改变 因为你还是用你向谁 来决定 你自己生命当中的价值 保罗在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 他是一个不随从犹太风俗的 他认为福音不只是应当对着犹太人 甚至福音要传到外邦去 所以许多的犹太人 保罗自己身为犹太人 认为他就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自由派 这是对于保罗的一些的认识 那你说亚波罗是什么 亚波罗的想法其实跟保罗一样 我们很多时候读格林多书信 我们以为亚波罗跟保罗是对头 没有 他们是同工 只是亚波罗有一个恩赐 亚波罗口才很好 亚波罗有很好的口才 所以许多人有人觉得 我喜欢保罗 有人喜欢我喜欢亚波罗 如果这两者都不是呢 可能有人说 那我属巴拿巴好了 他爱人 有人说那我属基法 基法其实就是彼得的意思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 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比来比去 如果你有读格林多前书一章的话 那个时候有人到后面比不过 直接说我属基督怎么样 OK 重点不是你在这里说你属谁 而是其实当我们在比的时候 其实我们内里当中就还是有一种 我非得要成为某一个人的样子 我非得要活出某一种的样式 那才是我生命当中的满足 还是我的神才会因此而得满足 可是保罗在这里 在这一段经文第四节第五节 21到23更是要提醒当时候 哥林多教会这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不要再用你自己的恩赐 来看待你自己 哥林多教会你可以说 它是一个属灵的爆发户 就是属灵恩赐多得不得了 可是也因为这样 所以每一个人好像非得要有 某一些属灵的恩赐 是展现在这个世界 或有知识 或有传福音 或可以说方言 或可以怎么样 可是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不是这一些属灵的恩赐不好 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的 可是重点是 你能不能不要用 只是用你的恩赐的眼光 来看待你自己 你要不要问一下 上帝是用什么眼光来看待你自己 这正是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 所要我们理解的 他提醒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他提醒我们什么 保罗在这里 其实想要告诉我们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亚伯罗算什么 保罗算什么 无非是什么 执事 执事不是一个职位 现今教会的一个职位 执事其实强调的是那个什么 他是一个做工的人 一个做上帝工的人 一个做事的人 我们重点 其实不就是 按着上帝的吩咐 做上帝的功吗 他说我无非就是执事而已 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 然后引导你们相信 所以在第21到23 保罗就讲说 无论你是谁 不要拿人夸口 因为夸口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我们 以这个为我们内心当中的 核心的价值 保罗用这一段经文 我觉得他真的讲得非常重 他说无论是谁 不要拿人夸口 他不是只是要讲一个 不可夸口的律法而已 他是要想说 我们是不是要想一下 我们的生命当中 其实你不需要再用这一些东西 成为你 给别人的记号 好像你的名片一样 你的学位一样 你的收入一样 你不需要 所有一切 所有一切 最重要最重要的 其实是23节 他说 并且你们又是什么 属基督 基督又是属神的 所以保罗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这一些 因着相信基督 我们都属于上帝的 而且万有都是上帝的事 你就不会那么在意 现今的事 或将来的事 你也不会那么在意 或生或死 你也不会那么在意 你到底比较喜欢保罗 比较像亚波罗 还是你比较喜欢基法 甚至你像不像巴拿巴 我们生命当中的核心价值 其实是基督给我们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叫做 基督徒的原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要邀请你 一起来祷告好吗 在今天早晨 我们想要确认一个身分 我是属基督的 所以我们先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来感谢主 我们来感谢基督的恩典 把我们众人 从这个世界当中拯救出来 把我们拯救出来 我们什么都没做 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成为基督徒 是因为基督的恩典 把我们拯救出来 我们同神开口来感谢 来祷告 主是我们来自救世恩做起来 享受祂的 主是因为祢到谁 祝我们若生 主是我们不能够仰望 祢所拯救的恩怨 主是因为祢的救恩 所以我们可以在祢里面 显示这个平安和盼望 祝争所泄露自己的恩怨 主是谢谢祢 祝我们可以胜过一切 我能够拯救 祝我们可以被祢的爱所拯救 被你的爱所拯救 主要是祢的爱所拯救 这样的恩典和杀赐 主我们在祢里面可以生的模糊 谢谢基督教 给我全新的生命 谢谢基督 是的 慈悲爱我们的父神 主要说我们感谢祢 是因为祢道成了路身 让我们能够仰望祢的成就 主啊 并且因着相信祢而得救 感谢祢使我们享有平安与盼望 这一切都是要出于祢的恩典跟丰盛 主啊 这样子才能够 让我们对祢能够更敏锐 不只是有一颗全新的心 更有一颗受教的心 主耶稣也求祢赐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无论如何遭遇到患难或失恋中 都能够有得胜的盼望 主耶稣也并且深深地相信 主祢的荣耀里面 我们可以得胜有余 主耶稣谢谢祢的爱 使我们一生都能够蒙福 与祢来同行 谢谢主 我们赞美祢 是的 亲爱的父神 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谢谢祢奇妙的爱 祢丰盛的恩典 祢把那些愿意信靠 耶稣基督的人分别出来 使我们能够成为祢的儿女 神啊 我们感谢祢 祢让我们跟耶稣一样 耶稣不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 谢谢耶稣基督的恩典 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拯救出来 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 用真理使我们成圣 神啊 求祢使我们的一生 能够紧紧的抓住 祢所赐的应许 竭力保守自己藏在祢的爱中 活出荣耀祢的生命 谢谢神 我们赞美祢 这样子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兄姐妹 我们继续的来祷告 第二个祷告是这样 求神光照我们 我们是否有把上帝以外的事物 甚至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 取代了上帝自己 好像那个偶像一样 取代了上帝 成为我们每天所思所想的 我们求主在今天早晨 真的是特别来光照我们 有哪一些东西 有哪一些人 有哪一些关系 好像取代了上帝 成为我里面当中的安全感 我觉得我有上帝还不够 我非得要有那个 我才会觉得满足 我才会觉得安心 好不好 如果有这一些 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 求主来光照 然后把这些上帝以外的 这些偶像事物除掉 因为唯有上帝才是我们的满足 我们同神开口来祷告 是真的和ada的 是我们是属于 是我们是属于 你属于是这种 我希望我们快让你 在属于我们的属于 在属于多久 我们属于过一于 有什么大一般 是我们可以学习 看来的来 还是大家都在来 在属于啊 他类似li 反正的 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你 求你来光照我们的心 主啊 因为我们常常在追求世俗的名利 物质的满足 还有人的认可的时候 我们常常忘记了你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看清自己 是否将神灵以外的事物当作偶像 把他们放在你之上 求你怜悯我们 神灵也求你帮助 不让世界的价值观来占据我们的心 转移我们对神的爱跟专注 神灵赐下智慧 让我们能够辨别哪些是出于假神跟虚荒的事 主啊 除了知道这些事情之外 也帮助我们能够起来抵挡这些世界的诱惑 愿你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根深蒂固 使我们能够坚定不已的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 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 母佑说我们是属于你的 你教导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让我们在侍奉神的事上持守圣洁 你也教导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 尽力的来爱你 单单的来敬拜侍奉你 主啊 求你用你丰盛的恩慈 用你的宽容忍耐来带领我们悔改 主 你的真光照向我们 所以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与偶像有什么关系呢 主 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心存正直 你做我们的盾牌 求主保守我们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面 一生不偏离你 主 我们将自己的灵魂体交在你的手里 愿你带领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 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 又叫我们在你的真道当中来生活 主 我们这样祷告 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兄姐妹 我们继续的来祷告 请记得我们是仆人 我们是儿女 我们不是主人 仆人跟儿女是我们有一位主人 这位主人要给我们丰盛 给我们恩典 仆人是要自己去赚来的 好不好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感谢神让我们可以承受 这万有之主所要给我们的丰盛跟恩典 为着你所承受的 在主的面前来感谢祂 来赞美祂 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 我们感谢祢 主啊 让我们承受外交 为他承受的天赋的事 丰盛跟着祂 我们是我们感谢祢 主 让我们生命的天赋 我们是爱来自得外奋 使用来交换美的 好让我们的丰盛 主 让我们不在我的平衷 和我的福度 主 让我们不在我的平衷 主 让我们不在我的福度 主 让我们不在我的福度 是的 慈悲阿姆的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祢 在这追求祢的道路上 祢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向我们说话 主啊 因为祢说 因为有的还要加给祂 是的 主耶稣 祢知道我们有时好像糊涂人一样 常常在无意中轻忽了祢的启示 有时我们有了一些神话语的领受 或是异梦 但是因着我们没有随时的把它记录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就忘了 但是今天 主我们要在祢的同在的隐秘处 我们要向主要这丰盛与恩典 使得帮助我们捕捉这糊涂人 当祢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认真的把它记录下来 主耶稣 愿我们能被祢一直信任 祢说我们听 我们写 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主 使我们跑这永生的路是有定向的 跑到好直到再见主祢的面 感谢主让我们多而又多的恩典给我们 谢谢主我们赞美祢 主是的我们一起来到祢的面前 向祢献上赞美跟感谢 主我们是属祢的 我们是属基督 而基督又是属神的 神拥有一切的万有 我们就在这万有当中 做主的执事 感谢赞美主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越相互 高屈你 耶稣 你的荣耀 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属你 永远属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